為什麼中國可以那麼囂張 你知道中國為什麼可以那麼囂張 因為台灣有國民黨 你想想看國民黨的發言人 從頭到尾面對這樣的事情 他一點都不會氣憤 他沒有指責 他沒有指責中國犯句 剛剛他大概三五分鐘的話裡面 大概有二分之以上在罵台灣 在罵在英文 他沒有犯句在講中國不對 那你說 中國當然越來越囂張 你看 我完全沒有辦法認同你的講話 面對這樣的事情 第一個 我們會說 我們不要去抵制那個企業 好 不要抵制 那裡面台灣又有應聲從 說都是台灣的不對 那這樣下去 中國只會越來越囂張 所以我覺得 面對 但是我沒有話說 但是我沒有辦法認同你的講話 第一個 而且我覺得國民黨講九二公司也很好笑 九二公司你知道連新華社 中國新華社 他剛剛講說他不知道這個環球日報 是不是官方媒體 這個太low了 新華社總是中國官方媒體吧 新華社說什麼 九二公司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不能夠出現在所有 中國官方媒體上面 國民黨會不知道嗎 請問這是哪門子的九二公司 所以我覺得 現在到底是誰急鎮 但是國民黨如果 國民黨如果 國民黨如果願意 國民黨如果願意 一直用九二公司 一中各表繼續欺瞞下去 我也非常贊成東豪的說法 我覺得選票市場來決定一切 我講一下 我真的覺得難過了 我面對這種外伍的事情 我從以前到現在發言 我都希望內部藍綠可以競爭 這個事情我們要一致對外 當有人霸凌我們的國家的台商 或台生或任何一個台灣人 我們第一個東西 當時譴責那個霸凌的人 是中國錯了 中國的酸民帶著中國 在霸凌我們的成員人 那你現在想說 剛才我一直不敢自信 是中國國民黨發言人 認為這是蔡英文搞出來的 造成這個企業必須選邊站 我們什麼時候讓企業選邊站 周子瑜拿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旗 被抵制 被逼著出來道歉 含著眼淚 那個時候是誰執政 有沒有九二共識 所以我面對這個事情 還要對內摸一把 宣傳一下我的九二共識 對內再摸一把 虧一下 罵一下民進黨 不是不能虧不能罵 我們在立法院每天都在聽 面對這樣的事情還在做 今天馬英九還公開講說 我不反對統一 我要的是民主的程序 但是要反對台獨 如果你贊成民主的程序 人家為什麼不能選擇獨 可是他講過不懂不獨不武 對 每天都說不行 我現在說你贊成民主的程序 卻不准人家選擇台灣這兩個字 馬英九你的民主是哪一種 85度C有沒有講過 85度C有沒有講過任何的政治主張 你先報告一下85度C的政治主張 我幹嘛幫85度C報告這個呢 你命題錯了 今天我認為是誰才玻璃心 今天聽到85度C他主角都是 我們國內就有很多的玻璃心的 政治人物開始覺得說 他是被霸凌 但是今天85度C他就是 所以你認為中國沒有霸凌 這個是應該的 我認為85度C今天他為了 他的大陸的五百多家的市場 所以他全部在出來講 這樣的一個聲明 而他是重申他的立場 但是為什麼85度C 是需要重申他的立場 就像我是洪孟凱 我沒有必要每個人都告訴大家 我是洪孟凱 但是因為今天蔡英文總統 我跟妳講 我剛才講一半你打斷 你打斷你聽我講完 那我就覺得說這個問題 蔡英文是國家選出來的總統 他去買了一杯咖啡 既沒旗幟也沒口號 互相加油打氣 然後中國做這樣的動作 這個他企業寫了這樣的聲明 你還認為他又沒有說他被霸凌 這已經國民黨 就從孟凱這邊講 可是已經折斯德哥爾摩最後去 就我一個綁匪綁了一個女生 結果這個女生後來還覺得 你綁我是應該的 愛上這個綁匪 還幫他講好話 所以我已經跟他戀愛了 老師你沒有 所以你不用把你的意識形態加速在我身上 你可以發表你的評論 但是不需要加速在我身上 我覺得這是突顯一個症狀 但我尊重有這個症狀 但我必須要講 今天其實我為什麼一直講說 巴蜀陸西應該要不卑不亢 因為如果你今天這樣OK 沒有錯 那要搞你太容易了 只要哪一天王定宇 定宇兄到了這個巴蜀陸 拍張照片我就說 你看台獨又被抓到了 再搞你一次 下一次博文去 我問你拍張 你看又接待台獨 你搞不完 我就一直搞你 我問你 你今天過得了關 你明天過得了關嗎 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 其實對一個企業來講 是非常 我是覺得不聰明的方法 我不是說你要去挑釁中共 但是你可以講的 意識人延遲不卑不亢 都是客人 對 都是客人 我基於服務的精神 我就是要服務客人 我能把他擋在門外嗎 那我覺得這次講得很正當 如果今天中國真的這樣發動 抗爭去抵制 那是你中國輸了 我覺得是中國 才是一個搞 偶爾式的胡鬧 那是一笑大方 一笑國際 我認為習近平如果縱容 老百姓幹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真的輸家是中國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 我有一個韓國朋友說 他看了這個新聞 他告訴我 他說 他說我們這個樂天集團 我們在中國 有88家的百貨公司 著名百貨公司商場 這個巴蜀如西 在中國有589家 你一家就算你10個員工 20個員工好不好 一個百貨公司有多少員工 他說我們的員工加起來 絕對比你巴蜀歷史還多 可是我們知道 這個中國是不能帶下去的 全部關起來之後 他們現在要去哪裡 要去印尼 要去越南 發展 他有這個氣魄 我當然不是我們台灣人 不如韓國人 而且我們知道 中國這種靈品市場 現在東南亞的消費更陣望 印度的市場陣望 他不會受到政治影響 你今天你巴蜀歷 今天你低頭了 你未來是不是還在低頭 還在磕頭 我覺得對一個企業 長治久安來講 這不是一個好事 當他用政治力 你可以壓住你脖子的時候 剛剛這樣講說中國是自由市場 完全不是自由市場 連這個 你說中國哪個企業 是所謂的民營公司 你告訴我 沒有啊 你說你說這個什麼小米 你說這個騰訊 是真的民營公司嗎 你說阿里巴巴是民營公司嗎 背後政商的瓜狗 跟紅二代之間的這個利益的差 比起之間的那個差 這個關係是密切 我覺得啦 中國這一次 我覺得台灣的這個國際企業 其實越來越看清楚 中國這樣搞的結果 你看看 他把八十八家樂天趕走了 中國現在 照一個百貨公司 可能有上千人的救援機會 沒了 八千多人公司就沒了 那照最後自食俄國 我是配合樂天集團 他沒有要求韓國政府出來講九二共識 他也沒有叫韓國政府 撤除薩德導彈 沒有錯 那如果我是八十五 我覺得我應該會跟他說 習近平總書記 或習近平國家主席來 我們也會帶為上兵 這個美國總統川普來 俄國總統普丁來 我們也都這個用最好的服務來對待他 我們的 任何人 我們的這個宗旨就是 用最好的品質來做最好的服務 應該是這樣 這樣就好了 全部都不用 他的回應過頭會讓兩面不深 因為我也不相信 中國這麼多的人 全部都像那些愚蠢的憤青 是 你知道八十五都去講說我是 這個事情好簡單 有一個人到這家店買咖啡 另外有一個人看了不喜歡 就要比字 我就說你這樣弄完 這不是台灣的問題 我跟你講 如果八十五都去把那個事實還原就好 不要講得這麼過頭 不過我現在也必出發介紹禁止 好啦 公豪要補充 舉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就是說 講白了 那個 孟凱大概覺得 蔡英文就要接受九個公事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是 比如說你丟的石頭是這個 不會 我覺得 等一下你再解釋 時間先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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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有舉一個東西嗎 應該 如果九二共事是對的 九二共事是對的 如果是對的 那麼 當年的周子瑜 周子瑜什麼話還沒講 他只是 拿一個中華民國國籍嗎 那個 那個中華民國國籍 這到底在九二共事的精神之下 應該是被容忍 應該要被包容 就不會有那麼大的恐怖 至於要統又獨 大家走明裡出去 如果九二共事是走得通的話 當然 沒有喔 他的九二共事是 一宗各表 我們要講清楚 九二共事一宗各表 中國的九二共事 統屬一宗 要統屬一宗方向 統屬一宗 所以其實 如果國民黨認為說 這樣子他真的走得下去的話 我們就不利國民黨不利者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來